好我們先從這個photo.com這個網站開始 那您可以從我們這邊 來 您進到我們這個免費的限賬服務這裡 這裡呢您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我沒有放嗎 第一個 OK第一個有沒有進來了 你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好進來之後呢 如果一樣如果你覺得這個網站 但我開的頁面啊可能在這邊你覺得太小 你可以在這裡 按開新分頁 他就會把那個內容丟到一個新的 分頁裡面去 好像我覺得這樣有點太小就把他按這個打開 那用這個有個好處因為他是中文的 當然他有APP 所以可能各位在用比較快 你可以先來這邊 稍微註冊一下 這裡 先註冊一下 好 註冊 你可以選擇你用你的Facebook 也可以自己直接用這個 好那一樣他會季風 信到你的信家 萬一你不是真心的怎麼辦 好 我只是來玩玩的 你又要用Facebook 又要用你的真實的信家 那我也只能告訴你說 那是垃圾性應該的嘛 所以 麻煩你要匯一個東西 這個 關鍵字我們 講很久的 有沒有看到 拋棄式信家 直到意思的嘛 對啊 不是認真的 你就這樣來就好了 你網路上就可以找到很多 有沒有 好 比如說你找這個 他就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 信箱 零子的信箱 收發信件就在上面 所以麻煩你這個頁面不要關 好 這個頁面不要關 你就把它複製一下就好了 好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那 上面有好幾個 我們剛剛找了不是有好幾個嗎 因為有些 有些那個信箱啊 他會有就是叫做 IP的限制 比如說同一個IP不能一次太多人用 所以說他 也許如果萬一你 待會 像這個網站 像10分鐘 我平常是最喜歡10分鐘的 但是他大概10個人 同時用左右就會不能再用 就同一個位置 所以你可能就會再找找其他的 這樣OK嗎 你可以先註冊一下 我等各位 好大部分的大家都已經 註冊好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上面不是有製作拼圖啦 美化照片跟設計賀卡 那這兩個其實我們用一般的軟體就可以做不用了 我就直接 從這邊進來 好你進來之後 你看一下左手邊 就列出 有沒有很多的 感謝卡 生日卡 日常的 我們這個 感謝卡 你看母親節就來了 有沒有 裡面他有分類啊 看你不要多一個啊 右手邊他有給你幾個Sample 那當然 你可以找 網頁上的圖 我們可以搭配 比如說你要這個 點下去 他會把他的範本 下載下來 然後呢 這裡面就有他已經有的圖 有沒有 跟套用之後的 感覺嘛 好你看喔 這樣就進來了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Logo 應該說你看到這個圖 就表示說這是要給你放照片用的 你就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挑選 好挑選 那如果這裡面沒有你的 你就自己 從這裡打開 有沒有自己找 好你可以傳上去 那我現在先從他裡面 丟出來 你看丟出來 有沒有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太簡單 對不對 其實線上服務還蠻多的啦 我們剛剛講過其實現在這種影像處理類的 算是 雲端服務算比較成熟的 因為相對來講現在 頻寬夠大了 對照片來講 夠大了 所以這類 服務會越來越多 所以以後你會發現 黏米這個換了 黏米那個換了 你就用不了 就用不完 那 這裡呢 你還可以調整一下 比如說有沒有 自己可以調整一下 這邊的話呢 他目前是 這個範本是沒有字的 如果有的範本他可能有字 有沒有 或者你要 來這邊加一些文字 你另外再加進去就好 而且他比較特別 我覺得 還不錯就是 他可以選擇本地的 字體 我們一般如果是線上的 大部分你中文字體 應該沒什麼好選的 對不對 可能就是姓名啦 或者是黑體 大部分就是這兩種 那如果能夠用你自己電腦裡面的 是就可以 選擇的 那個範圍就比較多 我裡面也是沒什麼事情 好 也是沒什麼事情 這樣大概了解了嗎 那如果你已經做好了之後怎麼辦 有兩種方式 一個呢 你可以從這邊 快照 你可以把它 先拍一張放進來 當作我下次還可以拿到別的地方用的 好這是一種 那 第二個呢 這裡有一個存檔有沒有 你可以直接把它儲存 那我覺得他 有一點比較好的地方就是他有分 不同的解析度有沒有發現 好如果說你是要印海報 當然我們會比較建議就是你可以用比較高的 比較高的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那 我可以問一下各位 這裡有兩種影像的格式對不對 你覺得 JPG比較好還是 PNG比較好 這樣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同學應該要稍微用一下 這一種 你們上課 喜不喜歡這一種 呵呵呵呵呵 這樣不會睡倒的那一種 呵呵呵 呵呵呵 這位同學是 請問你喜歡JPG還是喜歡PNG JPG 真的喔 那 你要不要來 按一下死亡之案 喔不是 沒有開玩笑啦 我再問一個同學 好 惠玉同學 請問你覺得 JPG好還是 PNG好 PNG 我兩個都打了 所以怎麼樣 兩個都很不錯對不對 沒有太混嘛 給你一個讚 其實兩個當然都可以 但是我會建議啦 會建議 其實 他們真的可以看得到 你自己看喔 如果我進到他們的 有沒有發現這兩位同學的 對 有喔 我是完真的喔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看一下 其實 如果你真的要品質比較好 我會建議各位用PNG的 因為JPG它是屬於破壞性的壓縮 也就是說你存JPG的時候 它事實上每次都會告訴你 有壓縮一點壓縮一點 那它真的是會把一些東西丟掉 所以你多存幾次 品質會越來越差 那 大家要覺得JPG是因為你平常 數位相機大部分都是這個格式嘛 對不對 那PNG的話呢 它是屬於非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說 它比較能夠保持原始檔 而且它 待會我們在找 素材的時候 我會建議各位要找這種 PNG 為什麼 因為PNG有個好處 它可以帶透明 也就是可以做去備用的 好去備用的 你如果是JPG是沒有透明的 這個是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當然你說 PNG能不能拿去充起照片 當然是可以啊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共通格式 共通格式 好 所以你就選好之後 你可以直接按這裡 有沒有一個下載 就直接下載下來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會用 所以第一個 就這麼解決了 OK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囉